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AIA 皇后娘娘来打工中 他们饰演的角色性格鲜明 互动有趣 将宫廷与现代社会的碰撞演绎的妙趣横生 而在闪婚后傅先生马甲藏不住了中 他们则展现出了成熟稳重的一面 将角色的内心世界和情感变化刻画得细腻入微 这两部短剧都属于清喜剧类型 剧情轻松有趣 节奏明快 受众广泛 无论是年轻人还是中年人 都能在观看的过程中找到乐趣和共鸣 这也是孙悦和徐亦珍能够凭借这些短剧走红的重要原因之一 除了演技和默契的配合外 孙悦和徐亦珍还拥有着极高的颜值和亲和力 他们的形象阳光健康 气质独特 让人一眼就能记住 在短剧中 他们的表现自然真实 不做做不夸张 让人感受到了角色的真实情感和生活状态 孙悦和徐亦珍这一对演员组合 是短剧领域里不可多得的人才 他们的出色表现和默契配合 让观众们对他们充满了期待和关注 相信在未来 他们还会带给我们更多优秀的作品和精彩的表演 申浩南和王格格 这两位演员无意识虐恋剧本中的黄金搭档 他们多次携手出演演情剧中的经典虐恋桥段 每一次的合作都让观众们为之动容 深深陷入剧情之中 在《桑总别虐了夫人他要嫁人了》这部短剧中 申浩南和王格格饰演的角色之间充满了复杂的情感纠葛 他们通过精湛的演技 将角色内心的挣扎 痛苦和无奈展现的淋漓尽致 让观众们为之心疼 为之落泪 剧情中的每一个转折都牵动着观众的心弦 让人欲罢不能 而在《玫瑰冠冕》中 他们再次携手出演了一对命运多舛的恋人 这部剧中的虐恋桥段更加扣人心弦 他们的表演也更加深情投入 无论是眼神的交流还是肢体的触碰 都充满了浓厚的情感色彩 让人感受到了角色之间深厚的爱意和无法言说的痛苦 申浩南和王格格的每一次合作都让人眼前一脸 他们不仅能够完美地诠释角色 还能够将剧情中的情感内核传递给观众 他们的演技得到了广泛的认可 也让他们在《虐恋剧本》中拥有了不可替代的地位 申浩南和王格格是《虐恋剧本》中的最佳拍档 他们的合作让观众们感受到了严情剧的魅力所在 期待他们未来能够继续携手出演更多优秀的作品 为观众们带来更多感动和惊喜 陆善东和马丘园这对CP 在观众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他们的组合被戏称为指鹿为马CP 不仅名字有趣 更因为他们在短剧中的默契表现 赢得了广大观众的喜爱 在一不小心撩唆人这部短剧中 陆善东和马丘园饰演的角色 因为一场误会而相识 随后的剧情中 两人之间的情感纠葛不断升级 让人看得津津有味 他们的表演自然真实 互动甜蜜有趣 无论是眼神交流还是肢体接触 都充满了爱意 让观众们为之倾倒 而在另一部短剧《蒙宝来袭》 《立总宠妻无度》中 陆善东和马丘园再次携手出演 他们的表现同样出色 这部剧讲述了苏千千与立景州的儿子 营重病儿需要大量意料开支 苏千千迫不得已做了陪酒女 却在工作地点遇到了三年未见的前任 也是自己儿子的爸爸立景州 从此开启情缘未了的爱情生活 陆善东和马丘园在剧中饰演的角色 情感线丰富而曲折 他们的表演也充满了层次感和张力 让人看得十分过瘾 无论是一部小心聊错人还是蒙宝来袭 《立总宠妻无度》 陆善东和马丘园的组合 都展现出了极高的默契度和表演实力 他们的甜蜜互动和深情演绎 让观众们感受到了爱情的美好和力量 期待未来他们还能继续合作 为我们带来更多精彩的作品 马小宇和左宜在副先生别追了 大小姐是假的中的表现 确实令人印象深刻 马小宇抽烟的片段 不仅氛围感营造的恰到好处 更凸显了他角色的复杂性和深度 封批男主的形象被他演绎的入幕三分 让人既心疼又感叹 与此同时 左宜饰演的小白花女主也让人印象深刻 她的表演真实而自然 与马小宇的对手戏火花四剑 将角色的内心世界展现得淋漓尽致 两人之间的情感纠葛和虐心剧情 让观众看得既过瘾又揪心 这部短剧不仅剧情紧凑 节奏明快 而且演员们的表演也十分出色 马小宇和左宜的精彩演绎 为这部剧增添了不少看点 他们的表演不仅让观众感受到了 角色的喜怒哀乐 更让人们看到了他们对演艺事业的热爱和执着 傅先生别追了 大小姐是假的事宜不值得一看的短剧 马小宇和左宜的出色表演 让这部剧成为了一部让人难以忘怀的作品 期待他们未来能够继续为我们带来更多优秀的作品 我在80年代当后 马这部短剧确实成东的江苏 君和和童子文从无名小卒 推向了短剧顶流的地位 观众对他们的赞誉 将他们比作低配版的雪莉和霍建华 这无疑是对他们演技的一种高度认可 雪莉和霍建华作为资深演员 他们的演技和影响力 在业界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这样的比喻也显示了苏君和和童子文在短剧领域的出色表现 然而 关于剧中两人肢体交流太少的评价 也是值得关注的 在剧情推进和角色塑造中 肢体交流是演员之间互动的重要部分 能够更直观地展现角色之间的关系和情感变化 如果观众觉得这部分表现不足 那么未来的作品中 两位演员可以尝试在导演的指导下 增加一些细腻的肢体互动 使角色之间的情感更加饱满和立体 当然 每个人的表演风格都有所不同 苏君和和童子文可能更擅长通过台词和表情来传达角色的情感 但无论如何 倾听观众的声音 不断尝试和调整 都是演员在成长过程中必不可少的环节 期待他们在未来的作品中能够带给观众更多的惊喜和感动 顾少的《隐婚最期》这个剧名确实带有一定的情感张力和吸引眼球的元素 可能正因如此 它能在众多作品中脱颖而出 引起观众的兴趣 至于吻戏的数量 这可能是为了更直观地展现角色之间的情感纠葛和剧情需要 但具体多少吻戏 还需结合剧情来评判其合理性 至于演员是否会因为拍摄吻戏而产生感情 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 演员在拍摄过程中需要投入大量的情感去理解和塑造角色 因此他们可能会暂时沉浸在角色的情感世界中 然而 这种情感投入并不等同于现实生活中的情感产生 演员通常具备专业的素养 能够区分工作和私人情感 避免将角色情感带入现实生活 当然 也不能排除有些演员在拍摄过程中 因为深入的角色交流和情感投入而产生好感或感情的情况 但这只是个别现象 不能一概而论 总的来说 为细事剧情需要的一部分 演员在拍摄过程中会尽量保持专业和理性 避免产生不必要的情感纠葛 观众在观看时也可以将其视为剧情的一部分 理性对待 曾辉和韩宇童在立总 你找错夫人了 这部剧中确实展现出了非常清纯的形象 仿佛刚刚走出大学校园一般 没有过多的世俗气息 这种自然 清新的感觉 让观众们很容易就能带入角色 感受到剧中人物的情感变化 他们的表演也非常自然 真实 没有过多的角柔造作 让人觉得很舒服 尤其是在演绎一些情感细腻的戏份时 他们能够很好地把握住角色的内心变化 通过细微的表情和动作来传达角色的情感 让观众们为之动容 此外 曾辉和韩宇童的外貌也很符合剧中角色的设定 清纯可人 给人一种非常清新的感觉 他们的搭档也非常默契 彼此之间的互动自然流畅 让人觉得非常般配 曾辉和韩宇童在立总 你找错夫人了 中的表现非常出色 他们的清纯形象和自然表演 为这部剧增添了不少看点 期待他们未来能够继续为我们 带来更多优秀的作品 白芳文和余英作为演员 在《全宠天下》和陆少的《新婚雅气》两部作品 中都展现了出色的演技和深入的角色塑造能力 在《全宠天下》中 他们或许饰演的是一对经历重重困难 最终收获爱情的男女主角 白芳文可能饰演的是那个深沉念脸 充满智慧的男主角 而余英则可能是那个聪明机智 善良坚韧的女主角 两人通过精湛的演技 将角色之间的情感纠葛和成长历程展现的淋漓尽致 让观众为之动容 而在陆少的《新婚雅气》中 他们的角色设定和表演风格可能会有所不同 余英饰演的雅气角色 可能会通过表情 肢体语言和眼神等细微之处 传递出角色的内心情感 让观众感受到他无法言说的痛苦和坚韧 而白芳文饰演的陆少 则可能是一个深情而又复杂的角色 他在面对雅气的困境时 展现出的坚定和勇气 也是观众所期待的 这两部作品虽然背景和情节有所不同 但白芳文和余英的出色表演都为剧情增色不少 他们成功地塑造了各剧特色的角色 让观众在欣赏剧情的同时 也能感受到角色的魅力和深度 期待他们在未来的作品中 继续为我们带来更多精彩的表现 11段短剧CP里 你觉得谁更有银瓶CP感 快在评论区打出你支持的CP吧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更多精彩资讯尽在港台娱乐会 敬请关注哦